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 我们正在分享如何制作动画影片 希望你能喜欢我的分享哦,谢谢 不好意思,请问到沙滩玉城怎么做 哦,在这边哦 谢谢 你喜欢这个动画短片吗? 那么快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用五分钟学会制作它吧 我们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 使用ChatGPT以及MeTrenit制作绘本故事 不过这些是使用静态插图的方式 如果我们可以使用动画的方式 使人物角色动起来 再配合AI生成的场景 那么效果一定很惊艳哦 所以,请不要走开 我会告诉你如何轻松制作出这样一部动画 让你不用拍片,不用出镜 也可以创建你的YouTube频道 让你快速实现被动收入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 请点赞并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 而且,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分享了 我会持续分享如何赚取被动收入 以及提升赚钱效率的相关内容 帮助你早日实现财富梦想 那么我们开始吧 我们今天用到的工具是 Adobe Character Animator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这款工具主要为角色制作动画 比较厉害的是 它可以为每个角色制作预定义的表情以及动作 比如我们选择挥手 就可以让角色展示出挥手的动作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制作动画的效率 更夸张的是 如果你选择付费订阅版本 就可以使用你的身体运动姿态来控制角色的动作 有没有突然感觉好有未来科技感呢? 另外,我们可以自己制作想要的角色 这样就能用我们自己专属的动画形象了 我们也可以制作预定义动作以及表情等 甚至可以出售我们的动画角色来获得收入 它提供了免费使用选项 虽然在功能上有一些限制 但已经能满足我们基本使用的需要啦 我们现在回到页面顶部 点击免费开始就可以下载啦 安装完成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作平台 有许多Adobe的应用可以使用 这里我们找到Character Animator 点击打开 就可以进入动画创作界面啦 上面有免费版本以及专业版本的介绍 下面列出了它提供的默认角色 如果觉得没有满意的 我们可以回到上面 左侧有导入角色的按钮 我们可以从Adobe或其他第三方网站下载角色来使用 如果我们以后升级专业版本 还可以自己制作角色 定制我们的专属动画形象哦 这里我们就不做演示了 回到角色选择页面 我们来选择一个人物来演示如何来制作动画 点击它 就进入动画制作页面啦 这里它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使用摄像头捕捉你的面部动作 并将这些动作同步到动画角色上去 这里你可以选择直接录制你的面部以及声音 或者上传已经制作好的音频 然后再录制表情以及动作 我们这里上传一段音频 然后录制表情 我们尝试转动眼睛 移动头部 做出说话的动作 它都能轻松捕捉下来 并同步到动画角色上去 录制完成后 点击完成按钮 就可以进入编辑界面啦 这里我们可以先播放一下 看一下录制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边有一些预定义的表情动作可以使用 例如招手 向右指 抬起双手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场景 选择需要的表情动作 然后 拖入时间线 然后调整显示长度即可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大家好 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 我们正在分享如何制作动画影片 希望你能喜欢我的分享哦 谢谢 我们将后面多余的片段删除 然后调整动画的背景 这里我们看到它 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漂亮的背景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们 不过为了能在这个动画基础上 添加更多的效果 我建议使用纯色背景 这样 我们在接下来的步骤会更容易哦 下面我们就可以导出动画视频啦 就这么简单几步 这部分的工作就完成了哦 接下来我们打开剪映 首先 将前面制作好的动画影片 以及其他素材导入进来 然后将一张背景图片 托入主轨道 创建出一个场景 之前制作的人物动画 则放置在场景轨道之上 然后我们选择人物动画 将它的纯色背景删除 这样就制作出了 人物动画在场景中的效果 我们调整背景图片 让场景充满画面 怎么样 效果还不错吧 接下来 我们添加一些更有趣的元素 我们按之前的方法 制作了一只纸杯蛋糕的动画 现在我们把它也加入到这个场景中 并实现它走路的效果 我们在这里先设置一个起始点 然后再设置终点 制作出移动的效果 这样就使这个动画更加好玩啦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好 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 我们正在分享 如何制作动画影片 希望你能喜欢我的分享哦 谢谢 呃 不好意思 请问到沙滩预长怎么做 好啦 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掌握了 如何制作动画的技巧啦 我们再来聊一下 创作一个动画的完整过程 首先 我们需要构思一个故事情节 这当然是ChatGPT最擅长的事情啦 详细的步骤 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视频 我们只需要使用对话的方式 就可以让ChatGPT为我们生成一个 高质量的故事啦 有了故事 我们就可以根据情节来设计动画场景 场景的绘制 就直接交给Midjourney或者其他AI绘图工具就好啦 也是简单的几步 就可以用自然语言来完成场景图片的制作啦 接下来就用到这期视频分享的方法啦 我们先选择一个或者几个适合我们故事的角色人物 然后使用AI软件生成故事的音频 然后再使用今天的方法生成人物动画效果 最后在影片剪辑工具中把人物以及场景结合起来 并加入各种酷酷的视频效果 就大功告成啦 好啦 上面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你能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如何赚取被动收入 以及提升赚钱效率的相关内容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你早日实现财富梦想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